政治话题当中还要来关注 面对2024国民党那个办法 那个提名到底出来了吗 国董之前说在等等等 但现在呢 蓝营内部真的是 焦灼 没有一个明朗化 国民党今天中场会当中 启动了2024大选提名办法 讨论 而新北议长蒋跟黄 非常含尽出席 他坦言 自己希望争召侯友宜 就是要找党主席朱立伦聊一聊 只是没想到斯里莎跟朱主席 谈到提名 却数度被 打断 不过中常委 各自其实都有支持者 有的积极想酝酿郭朱佩 那么有的反而是反对 侯友宜参选 开会前先表态朱立伦八后 中常会还是老话一句 平常几乎缺席的新北议长 蒋跟黄也来了 我跟主席聊个天 人家主席 当主席有他的意见 真知道侯市长是最好 直言挺侯友宜 这样跟黄罕见现身 原来是找党主席朱立伦 没想到 似乎是想问提名的事 没想到朱立伦速度打对 看来2024提名办法还停留在党主席信中 请大家不要相信任何的谣言 更不可以散布任何的谣言 光靠国民党是赢不了2024的 一定要团结所有可以团结的力量 喊团结 但其实中常委各有所好 以蒋跟黄为首的新北系统 力拱侯友宜 中常委傅昆奇却传出积极酿郭朱沛 主张办初选卡侯 副主席连顺文虽然动作保守 但也不避讳台面上欢迎郭台铭回到 常委里中南部系统 私底下坦言反侯友宜 质疑他和党没有连结 代表党参选根本不会赢 坦白说有很多中常委 也提到了主席的名字 因为他也是我们党内 非常重要的一个资产 他当然有被提到 赞亚中其实就是赵董 其实也都被提到 中常委各自站队 总统提名施权到具体方案 没有结论继续拖下去 请问总统人选会纳入郭台铭吗 初选会把郭台铭放进去吗 敏感关键字没有答案 国民党总统提名 持续卡关